1911年,袁世凯颁布了第一张卖淫许可证 从此,妓女在中国持证上岗 接着就是对妓院开始征税 到了国民党时期,便把妓女的花捐作为了国家的一项财政收入 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千年的长期制度 变成合法化、商业化的产业链 据不完全统计,到解放前,中国有近万家妓院 还有为数不少的暗厂 仅北京一地便有妓院四百家,注册进予四千元 在上海以卖淫为生的公昌、暗昌更是不下十万人 旧社会的统治者为了迷懒的生活和经济利益 用强权逼迫妇女卖淫为生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遗留下来的成绩制度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期视频,真使君就和大家聊一聊 新中国是怎么一举废除这个社会独流、成绩制度的 大家好,我是真使君 其实早在1924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三八妇女节活动时 当时的妇女部何湘莹就提出了废除昌制的口号 后面连续几年也都举办了这样的游行活动 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到了1940年,蒋介石亲自下令要取缔猖击 也采取了一些办法 但是在南京,那些警察封面来查旅馆 也只敢沿门口经过,不敢声张 因为他不敢确定这里面有没有哪个军长或者局长在快活 所以象征性的只逮捕了一些暗场 所谓暗场就是那种私人精灵的 未在政府登记注册的机缘 所以民国这次取缔仍然只局限于暗场 可见当时成绩制度在中国社会上只根深蒂固 难度之高 在北京,挂牌营业的机缘主要分布在八大胡同 而且这里面也分成了四等 一等妓女为苏杭一代人 年轻漂亮,而且从小学习琴棋书画 还配有贴身女佣 二等妓院则是一等的妓女 人老朱皇后所待的场所 三等的也叫夏畜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 长相一般的妓女 四等则是妓院里的底层 在最昏暗杂乱的地方 一些破屋子含咬土炕 俗称咬子、土仓、老妈堂 不过不管这些妓女身处哪个等级 都逃不了会受到老板的盘剥 大部分都忍上花柳病、扬眉病毒等等 平均寿命只有38周岁 这一类人群基本上是由于战争被遗弃 家庭所迫等原因从长 有的连自己亲生父母和家乡都全然不知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一个月后 毛主席有一天在刚解放的北京 市场民情时 在前轮外 当街看到了一个老宝 正抓着一个15岁的小姑娘独大 再了解到这个小姑娘 一天要接至少10个客人 且一天只能湿到三个窝窝头后 回去后毛主席便深感 娼妓制度存在的危害 决心一定要废除娼妓制度 结束这种不公平的剥削和压迫 当晚便给公安部长罗瑞钦下了决事 新中国绝不允许长期遍地黑道横行 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咱们暂且不论这个故事的来历是真是假 不过废除长期这件事 毛主席确实是做了 11月21日 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由市长聂荣珍成立总指挥部 并立即采取了行动 当年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便出动干警近3000人 分成了27个行动小组 包围了224家妓院 全部贴上封条 400多个妓院老板 老保被关押罚办 一夜之间 北京市的近2000名妓女 最大的52岁 最小的13岁 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那些受到清算的老板 依靠买卖和博削积累起来的财富 一部分没收 一部分作为了妓女回家的经费 给发还回去 在北京的带头之下 上海武汉天津等地 都纷纷采取了行动 查封妓院 取缔娼妓 昨天这些老保还在笑嘻嘻地 嚷着要拉共产党的关下水 今天在狱中就有多狼狈 费娼这件事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简单的原因在于 只需要发出法令 封闭场所 抓捕从业人员即可 难就难在 抓捕之后怎么办 这么一大群 以此谋生的人 将沦为无业游民 对于费娼后妓女的改造 尤为重要 联民政府在改造方面 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 对妓女进行思想教育 通过课堂演讲 观看演出 放映影片等方式 向她们揭露旧首客的黑暗 和那些封建地主 对于农民 林家老板对于妓女的剥削迫害 帮助她们认清 妇女正确努力方向和前途 教育只有参加社会劳动 才能解放自己 第二 帮助妓女医治性病 这些娼妓 由于常年接客 患性病者赚了96% 为了解决健康问题 国家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下 还拨出专项款 用于给她们治疗 有的妓女在面对医护人员时 直接痛哭流涕地说 以前我们害病烂死都没用过 今天政府花这么多钱 为我们治疗 如果孩子敢堕落不进步 太对不起老主席和国家了 第三 为妓女们安排出路 妓女们经过学习和治疗后 政府根据她们各自的情况 有家可归地送其回家 有对象地准与结婚 都没有的 则安排其参加剧团 衣物 纺织业等工作 到了1952年 全国得到解放的长级 都得到了屠杀安置 在这几招措施之下 经过不到两年的集中政治 终于彻底根除了危害社会千年的长期制度 讲到这里 突然想到一首诗 一双玉壁千人枕 半点诸唇万人长 深刻描绘出了中国妓女真实的生活景象 也透露出了她们凄凉的社会地位 因为下一句便是 装成一身交替态 扮作一副假心肠 无论是哪个朝代 哪个阶级 人们对于娼妓这类人群 都是喜事如玉 用完极器的存在 新中国的这次社会改造 看着像是一次扫黄行动 但从历史维度来看 这次扫的不仅仅是黄 还扫进了资产阶级 对于社会底层阶级的不公和天下冷暖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